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两支球队呢 目前的这个境遇呢 都不是特别的好 河北队呢 自从开赛以来的六轮的比赛呢 都是遭遇到了输球 而武汉长江呢 在一场开局的三连胜之后呢 也是接下来遭遇到了三连半 两支球队从实力对比上来说的话呢 武汉长江呢 可能稍稍地占一点点优势 这是武汉长江的主帅李静宇 今天当时执法的主裁办的是刑棋 45号赵紫燕 这是一名也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今年的只有18岁 在中场 这边的先战身位 比赛还在继续 叶重秋 今天的河北的官方呢 给了这个三中位 五后位 随着比赛的进行呢 我们要再来看一看 今天呢 对于河北队来说 攻击线上38号 张薇是可以付出比赛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防守当中呢 应该还是落位一个四五一 河北队呢 今天呢 打的还是一个四合位 河北队 这边呢 交32号 陈宇浩 陈宇浩 今天的位置啊 从右路呢 被拉到了这个左边后卫的位置 给 这边呢 直接找前面的张薇 给 这边呢 直接找前面的张薇 姚许臣 看看这球 门将犯错啊 看了就怎么给 这比赛刚刚开始了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王志峰这边呢 是犯错 这也是在接队友的回转球的时候啊 再来看一下啊 主裁判 这下应该没问题 给个点球应该没问题 确实呢 在罚交区内呢 是 踢倒了河北队队员 这的话呢 河北队员呢 赢得了一个点球 38号 张薇 张薇呢 目前呢 在这球队的攻击线上啊 应该说是 表现能力非常突出的队员 河北队的现任的主帅金中复 running 2点2点 这是2点 2点 2点2点 河北队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 当然这个进球呢 可以看到金中夫呢 表现的还是非常淡定 赢打了七轮的比赛了 这个进球呢是 河北队呢 在本三季中场当中的 第三个进球 张威呢 自己呢制造了点球的机会 自己呢是操劳命中 门将王志峰呢 是提前的预判对了方向 但这球呢发的速度很快 两阵球队呢 从过往的一个交手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双方首回合的比赛呢 当时呢是在中超的这个第二轮的比赛 在最后时刻呢 武汉长江呢是取得了进球 这样的话2比1啊 是战胜了河北队 河北队呢在本赛季呢 遭遇到了这个 俱乐部的运营的困难之后呢 第一呢是不能引员 再一个呢只能是从这个青年队啊 选拔出了非常多的球员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球队呢 这几年球队的这种风气啊 包括球队的战斗力和球员的这个执行力啊 都是有很大的提升 防守呢还是落成一个四五一 目前从打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河北队呢打这种防守反击的态势呢 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 河北队呢今天呢还是把张卫一个人呢 顶在风气当中 丁海峰的位置呢还是出现在了左边后卫 因为之前呢球队当中呢 大部分都有些年轻的球员 丁海峰的 作为球队的老队员呢 一度呢把他呢是安排在后腰的位置上 这边大范围的转移 起立 这一下应该是有犯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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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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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到了42号高宇南 高宇南也是只有18岁 其实对于这些年轻的小伙子来说的话 可以在中超的赛场 进行体比赛 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但是现在球队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 因为对于球员来说 球员很年轻 如果总是遭遇到这种连败的话 对于球员的这种信心的打击 也是非常大的 这边也是先葫芦啤酒 造成了武汉长江的防守犯规 武汉长江这些球队 在开局取得了三年胜之后 接连遇到了三连败 球队这种状态 起伏相对来说比较大 球队的三条线 封线南中福布斯 中场有卡耶维奇 后方线上有布鲁诺 三个外沿的球员 基本上是占据了球队的中轴线 今天的比赛应该是这样的 潘喜明和张俊哲两人 还是搭档打了一个双中位 左边是32号丁爱峰 右边交给21号崔林 三个中场球员 高玉南和姚道刚 居中 在他们的前面的高华泽 左边是四主号赵思叶 右边是一号姚许臣 风险南中空是张碑 应该是一个四五一 这就是只有18岁的高华泽 高玉南 崔林的上一场比赛 是打左边后卫 今天比赛丁海峰上来之后 还是把齊铃南放到了右路 中场的球员被拦截 刘云 好球啊 刘云地球传的 再往中间送 那今天比赛要看什么呢 一个是要看这个 河北队的这个防守 因为球队呢 在之前的十多个丢球当中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都是落位防守 和这个转换技工的时候呢 转换防守的时候呢 被对手呢 丢了球 所以说这个当球员呢 相对来说呢比较年轻 河北队的平均的年龄呢 是24.3岁 而武汉长江的平均年龄呢 是27.6岁 差了这个三岁多 而且呢很多的年轻的球员呢 是今年呢进入到了 这个河北队的一线队 打了一个中超的比赛 对于球员来说的话呢 球员的体能 包括执行力呢 是绝对够的 但是呢越是在球员 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年轻 缺乏这种大赛 比赛经验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更加凸显出了 整体防守的重要性 刘云 今天布鲁诺和立鹏的两个人搭档呢 来打这个双中尾 左边的是32号 幼儿一的球员陈雨昊 右边的15号明天 也是一个四伙位 二号这是立鹏 青城前掌的比赛 定海方出 底下应该交 正好看下围棋 大家可以看到 一旦武汉队江琼呢 回传给自己的门将之后呢 河北队呢 先选择呢 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位上 形成这个中场的防守 这个和武汉的这种防守策略是不一样的 武汉呢 很多时候呢 还会在前场呢 形成高位的这种逼抢 现在是把后排队的球员呢 都是压在了防守的半场 这边呢 这边呢 选择打长转球 二点球 一重修 可以为其送 提前做出了预犯 这下的对角 才把他享受了 这球呢 是 球呢 在处理出去之后啊 有一个抬脚的动作 正好踢到了崔林的大腿上 交火腰 防守当中呢 和武汉队今天整个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啊 打着防守反击 像刚才取得这个点球的进球 也就是在这种 有机会的时候呢 在前场抢一抢的 特别是张威 让他呢 一个人呢 作为一个单箭头 这边呢 选择打高的 这么踢的话呢 可能后背队的球员呢会守得比较辛苦 完全是在后场呢 扎紧篱笆 所以说呢 现在打了目前十周分钟的时间 十五分钟 更多的球拳呢 全都是在武汉长江的掌控当中 而河北队呢 就是要抓反击的机会 打中转换女工 机会可以打了 开业围棋 之前的几张比赛呢 我们也是看了 快乐队的比赛 就是金中复指导呢 对于 在转换当中 如何能够快速地形成防守的阵型 同时呢 还有就是四个后卫 之间这种协调 移动 这个呢 使球队呢 可能需要在战术的层面呢 要来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在这种 打落位防守的时候 所有的学员都在自己的防守卫上 如何 谁出去顶 谁形成保护 后卫线之间 那种相互之间的 呼应和补位 就显得特别重要 后卫我爱球队 这边冒顶了 刘云 他也没传 他选择了长转球 投球的征顶 二点球 给 这边的坐墙 苏季航 再传 这下传的有些盲目 机会 这下 犯规了 主裁办呢 是出示了黄牌 给了胡进行 但是这么踢啊 何北队现在 也确实比较困难 取得一个进球之后呢 现在完全退回来 这么守 可以看到四个防守球员 都在 自己的这个防守的位置上 两个后腰也都在 其实还是我们做到 整体防守的问题 那比赛打了18分钟的时间 不换长江呢 一个丢球 同时呢 胡进行呢 还吃到了一张黄牌 今天的比赛除了 徐天元 今天呢 再来替补其之外 这应该是目前 何北队能够排出的一个 最强的一个实力了 最强的一个阵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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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了 你到了 大家出来 你走 场边的教练组呢 也是在大声地呼喊 让河北队的队员呢 首先要在自己的位置上 传进来 第一点顶出来 胸部系来之后的射门 这边的堵枪眼 再边落 硬吃 再往中间船 嗯 卡杰威琪完成了一脚射门 所以现在就要看河北队 现在呢确实是领先一个 但是如果总是这么守的话呢 球员踢的会比较的辛苦 而且呢 如果是一直这么守的话呢 可能很难守得住 比赛打到现在 河北的一脚射门呢 一次的射证 而武汉长江的目前的三脚射门 其中一次射证 这边也是选择打长的 吃小心 越会了 托布斯呢 出于越位的位置 是啊 来 再来 再来 胡锦航 卡耶威奇 还有扑布斯 三个人是在这个顶在这个中线上 后场的时间在往前找 直到反归球 自主号赵紫叶 今天他是替下了幼儿三的球员 廖尾的位置 低海风 摇倒钢 投球 这第一下没打 机会没有了 出球 这球也是出慢了 郭文贴 卡耶威奇 卡尔给了何贝勒的球 来看一看啊 捏 military 这是大胆 快部低海虎 被撑 最后我 就要比赶 我 摇摇 anna 不管长架的转换 刘云队球的想法不错 想直接的一脚呢 做给福布斯 但是这个想法的运用呢 没太运用好 刘云队球的想法不错 26月 现在还是退成一个4-5-1 现在在整个的三条的防守线上 在中场的这条防守线上呢 何卫队队员呢有五个人 对于他们来说的 可能更重要的一点呢 是要在两个中卫身前 包括两个边后卫 在他们的身前呢 要形成一道非常强劳力的防守的屏障 好大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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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主位 一号 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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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十一号 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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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尾棋 这边还是找中方不撕 好球啊 这球就是有一个人的 去顶一个人的保护 现在河北蕾退的也比较深 过游 康克蕾一下犯规了 吹到高宇能的犯规 高宇能和哲宇花两年 都是这个年轻的球员 都是幼儿一的球员 吹到高宇能的犯规 高宇能的犯规 高宇能和哲宇花两年 都是这个年轻的球员 都是幼儿一的球员 看距离身体的 我以为你走了 别起碎 看距离身体的 每个人想 看距离身体的 看距离身体的 签掌的另一球 球传进来 落点不错 门匠积了一下 主打扮他哨声响了 这应该是在球门区内 有冲撞门匠 只有落点发的还是不错 所有人的这个经历呢 都在球上 这应该和凯业围棋 撞到了一起 方小熊应该这下内部啊 和凯业围棋要撞到了 在场边呢 也是在准备着 做一些准备活动 应该呢 问题不太大 没问题啊 所有人的这个经历呢 注意呢 都在球上 要他跳了 有个比较 以上 严会 安静帐 二众 兄弟 还你 我前走 巫爷 我前走 一伙 河 河 看死了 好 赢 忽然 走 走 还是前面找福布斯 给出来了 可以围起 好球 这球呢 在身体中心失去的情况下呢 倒地了 还是将球呢 微小能化解掉 看看这边的转换进攻 由于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防守上 转换进攻的时候呢 科普队队员呢 上来的速度呢 并不是太快 对面交翠林 往中间走 多带了一步 好球啊 张维 下一场比赛呢 球队呢 也是这个0比5呢 输给了这个武汉三阵 对于这些小伙子 我们来说的话呢 现在迫切需要一场比赛的胜利 好球这就卸的 霍普斯走两人中间 一脚射门 这球危险 小球 这是个人能力 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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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张继哲再看 这是利用自己的身体 站住位置之后呢 从右脚呢 又是倒到了左脚 右脚卸着一下 耳球呢 卸得距离自己的身体啊 很近 防守的策略可以看到 后备队这边呢 是区域结合定人 打起来 门将出来了 他抱着呢 双拳的击出来 两个边位置 两个边 他抱着呢 在大声的提醒自己的队友 把握两个边 这边带多了 小门球 小门球 比赛已经打超过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后备队的目前是一球领先于缓长江 后备队呢还是退 先退到自己的防守位上 保证防守阵型的完整 边套上来 想往里切 又停得了一个脚球 明天 边落套 边后位套 然后往里切 切进来 这球的传球 这球传球呢 无论是倒三角 还是直接的这个横传球 由于呢在防守当中呢 后备队的队员呢 是保证这个防守的人数 保证阵型的完整 脚球再抬进来 把鲍尔双手呢 将球的暴住 肯定上好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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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场比赛张杯 无法登场的情况下 是把徐天元顶在风险当中 但实际上徐天元从特点来说的话 更像是一个编路的球员 丁爱风 解释这支球队当中 围出不断的老队员 往另外一侧要快转 今天的比赛呢 看到河北队的年轻的球员 这身面貌不错 也是一开始呢取得了进球 后要接 要续晨 叶重修 看叶为奇 叶松 叶松 还是大范围转移到右路 明天卸下来 看一围起 又往里传了 投球到中间 叫球 这下 又是武汉长圈的脚球 再传进来 一点的鞋顶出来 抗二点球 刘云的左脚 再打 连续多次的上门 后面的队员都是 将危险的化解掉 又是叫球 再传进来 投球空门 这一下是布鲁诺 抢到这个落点 抢到这个上门 基本上呢 贺卑队呢 手边呢 拿球之后呢 不发这种短的 都是大脚呢 往前面 找自己风险上的球员 但是现在啊 贺卑队由于这种 整个的这种比赛 这种策略 现在控球率呢 确实也不高 更多的时候呢 是 销链组呢 应该是要求球员 先回到自己的防守位上 保证整个防守的阵型的完整 柳云信念的位置呢 还是出现在左路 可以看到确实控球率上武汉三镇呢 超过了七成 最后 现在整个河北里的阵型呢 让武汉的压的也是比较扁 明天呢 这边的个人能力 柳云天 再给明天 又到盘校区内了 往中间打 卡耶维奇的左脚 这一下不点啊 似乎那枚感到太好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 防守当成的时候 谁去顶 然后谁去保护 谁往里收 这个需要河北队呢 要做得更加的明确 需要主教练呢 给自己的这个球员啊 应该讲得很清楚 应该连续至少有三次了 武汉长剑呢 都是从右路啊 明天这一侧呢 形成了非常有威胁的进攻 而且呢 是可以突入到阀球区内 来形成 无论是倒三角 或者是横传的机会 放归了 赶紧的过来呢 表示现意 张继哲 他是和潘继平的搭档呢 打了一个双中卫 看球 注意力 由于呢 四五一的阵型的风险当中呢 只有张维呢 一个人 所以说呢 张维的这个复卫面 也不可能太大 所以让现在呢 让这个武汉长江啊 可以相对来说 比较轻易地将球呢 打过到气功三区 好玩 好玩 帮走 老板 靠一下 来来来 靠一下 来来来 靠一下 来来来 来来来 比赛 他已经打超过了四十分钟 这边胡锦涵 这球 这个防守当中的时候呢 年轻的这个赵紫叶也是发生了冒点 童云天还是寻求这种防守进攻当中的这种撞前的配合 围队呢是完全重兵啊都是囤积到后场 出来之后呢坐墙凯叶维奇转再塞好球 胡普斯的射门这还是两个半圆之间啊 通过这种踢墙的配合呢寻找出来了机会 给这个时候防守队员已经 所有的这个防守的精力啊都在这个球上 看看机会 高宇南 左脚呢转 对外风 观察了一下直接的往里边找 合围队呢这种转换进攻呢 一旦有机会的说两侧四十五度角 只要里面有自己的这个球员在 基本上呢就可以呢先将球呢打入到罚球区内 看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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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打得比较正 小鲍尔的倒地也是比较快 看见围棋 现在来到上半场比赛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小鲍鲍鲍鲍鲍鱼 布鲁诺已经到这个位置 又找到了机会 越位了 三十球是个越位球 但是可以看到 就是防守当中的时候 推的比较靠后 可以让武汉长江的中卫 布鲁诺已经都到了 这个近郭的三区 形成这种传统球的机会了 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亭捕食 有两分钟的捕食时间 这种踢法的话 河北队目前 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 都是落位 打这种防守的反击 有机会的时候 能控球的时候 尽量还是要控一控 或者话 比赛的主动权 控球的主动权 一针是在武汉长江的手中 前场突然间的加强 叶中修 这边叫立鹏 叶中修 这边叫立鹏 这边的荷腰的一个荷腰顶出来 看 这边的荷腰的一个荷腰顶出来 荷脸球 有 要 要 要 有点 有点 荷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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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脸球 荷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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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漂亮 锅圈 新手CCTV5 邀您共享体坛盛宴 来我家吃烧烤 锅圈石块烧烤锅呢 早就备好了 肉呢 看 这么没啥油烟吧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吃燕窝 我只选燕之屋 燕之屋 选择智能所 当然要选凯迪市 十余年之所经验 更多家庭选择 我信赖的品牌 凯迪市智能所 吃燕窝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燕之屋 24年春初高品质燕窝 全国门店超过600家 吃燕窝 我只选燕之屋 燕之屋 纵横赛场 闪耀世界 水中贵族白岁山 邀您品鉴精彩赛事 水中贵族白岁山 康源助力健康生活 康源药业 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孩子咳嗽 妈妈揪心 儿童药精正口服液 会热 止咳 驱痰 专为儿童研制 甜甜的止咳 康源排精正口服液 宝宝健康 妈 我开心 玩滑雪就来雪乐山 雪乐山为中国体育加油 雪乐山 专业室内模拟滑雪馆 敬向模拟滑雪的刺激与快乐 城市模拟滑雪的新生活方式 玩滑雪就来雪乐山 太好了 我也要去火星了 我要答应鸣花小运动员 以后穿着奥运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希望随随随随随 我们就找办法打鱼 找办法打鱼 我希望山里里的小动物越来越多 我希望山里里的小动物越来越多 我希望山里变得更紳利 我希望火车开得越来越快 知识产权是人类致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 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 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 保护好知识产权 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 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 它会萌生创新之芽 激发创造热情 它会伸展创新之干 支撑高质量发展 它结成创新果实 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 它筑起创新之潮 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 它凝聚创新与路 鼓励研发核心技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保护创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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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孕妇吃夜窝 就选燕小厨 灵糖 灵芝 灵添加 限定限中 冷鲜配送 燕小厨 玩滑雪就来雪乐山 雪乐山为中国体育加油 雪乐山 专业室内模拟滑雪馆 敬向模拟滑雪的刺激与快乐 城市模拟滑雪的新生活方式 玩滑雪就来雪乐山 来我家吃烧烤啊 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早就备好了 肉呢 看 这么没啥油烟吧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荣耀是超越梦想 打破不可能的界限 荣耀是酝酿传奇 淬炼不寻常的历史 荣耀是争腾热爱 迸发不泯灭的光芒 CCTV体育频道 品味传奇 见证荣耀 相信体育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耀绿音 涌动激情 水中贵族百岁山 邀您品鉴中超赛事 水中贵族百岁山 康源助力健康生活 康源药业 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孩子咳嗨 妈妈揪心 孩子咳嗽 妈妈揪心 儿童要精正口服液 退热 止咳 躯痰 中卫儿童研制 甜甜的止咳 康源排精正口服液 宝宝健康 妈 我开心 CCTV体育赛事频道 燕窝屏类合作伙伴 燕小厨 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孕妇吃燕窝 就选燕小厨 灵糖 灵芝 灵添加 限定限征 冷鲜配送 燕小厨 来我家吃烧烤啊 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早就备好了 肉呢 看 真没啥油烟吧 终于可以在家 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玩滑雪就来雪乐山 雪乐山为中国体育加油 雪乐山专业式美模拟滑雪馆 尽向魔女滑雪的自己与快乐 城市魔女滑雪的新生活方式 玩滑雪就来雪乐山 校长世震烈 �雪 她穿了 有俩个都会 想再赞 岳飞 足够 里面 碜λλ 是最可爱的 控制力度 把握好水墨 奶奶 这里还有空 我再画些书吧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什么叫留白 你画些飞鸟试试 我画的 我画这儿吧 奶奶 画面变广阔了 画画要留白 人生也一样 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 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进去 都有 我画面变广阳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回来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为您所带来的 中超联赛的第七轮 在大连赛区 只有贺北队来对阵武汉长江 下半场的比赛 很快就会正式的开始了 在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第五分钟 贺北队是有风险当中的张薇 制造了一个点球 也是自己的一蹴而就 这样的话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贺北队是带着1比0的比分优势 记录到马上将会开始的下半场 好了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 下半场的比赛是由 身穿浅颜色比赛服 深颜色比赛短裤的武汉长江来开球 他们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而已身红颜色比赛服的是贺北队 下半场比赛 依旧会有我李陈铭 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那么在取得了一个进球之后 贺北队选择了整个比赛当中这种深度的防守 在前场也不太强 这样的话对于选手的这种体能的要求也是比较大 现在要看这环境攻 张维呢在快速的前插 第一下呢没给 在中场的控制 可能现在对于贺北来说的话呢 看中场主角量和谷有些的变化 就是如果这么守的话呢 确实呢很难的守住 上半场比赛要不是武汉长江的球员把握 这个进攻的这个终结能力不是太强的话呢 应该呢可能场上比赛呢已经打成平局了 所以说呢需要后备的队员呢 在下半场的比赛要稍稍的 要在前场也要顶一顶 要抢一抢 这边的背身 再转 边后尾的套 刘云给回来 两个中备呢都已经压上来 明天上半场比赛呢 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呢 在右路呢是寻道招了两次 边路朝车 然后可以内切到发酵区内的机会 布鲁诺大范围的转 现在由于呢 河北队呢取得一个进球之后啊 这种享手的意念呢太强 所以说在比赛中的球员呢退得比较深 看了一下中场的时候呢 官方所给的两队的一些 这边呢有一些冲突 这个都反映了球员心态上的一些的变化 这边呢距离 第一助理裁判的这个地方呢也比较近 而且呢主裁判的位置呢也不远 看得应该很清楚 主裁判的又是拿出了黄牌 看看是谁 是胡敬航吗 啊不是这边呢应该是 明天 给了两人一人一张黄牌 45号这是后备队的年轻的小将赵紫燕 赵紫燕今天在球队四五腰体当中啊 他是打的左边前卫 这样的话呢 贺卫队呢有一张牌 武汉长江呢 明天和胡敬航两人呢 各有一张黄牌 胡仁天来来处理这个前场定位球 球打进来 第一点呢先顶出来 看个二点球 扣 左脚再传进去 能将小豹上呢将球没收 看了一下双方的这个上场比赛的一些平均的站位图 河北队的平均站位图啊 整体来说相对来说非常的靠后了 而且呢有这种球门球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门将呢选择呢是发整长的 很少呢通过这种短船呢来组织进攻 这样的话也是造成了上场比赛 武汉长江的控球率啊超过有七成 由于呢整个河北队呢现在呢退的比较深 所以说现在已经弱化了武汉长江后腰的这种 出球的能力 更多的说是两个中卫啊 立鹏和布鲁诺来形成这种长转球的组织 这边呢直接往里掉 找到福布斯 河北队的两个中卫的身高呢都不是太高 张俊哲 张俊哲呢是和潘喜明的搭档呢打双中卫 还是发长的 大家看和布鲁诺现在马上退 而并不是在中场或者中前场的形成中逼抢 先退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的位 估计好 看到场边 河北队应该是要有些人员方面的攻划了 别录的三打三 我们在猜想要换人的话呢 会不会是这个徐天元的上场 替下刚刚吃到黄牌的赵紫燕 一会我们来看一看 坐 坐 再传 河北队应该是这边再给明天 一对一的机会 走外线 再扣 再传就来 变后尾留在套 变后尾留在套 还是往中间吧 火尘天 至少从比赛打这七八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 河北队呢还是选择呢打这种黄牌板击 还是把这个自己的阵线啊推得比较靠后 看一背起 这就要着急了 刘云这又着急了 场面应该是有货人 没错 徐天元上 踢下了四十五号赵紫燕 赵紫燕呢 今天呢 作为一个先发的年轻的球员 虽然吃到一张黄牌 但是呢 在自己的这个比赛当中的时候 对于防守的贡献呢 还是比较大的 徐天元呢 是一个 攻击性能力比较强的球员 而且也是一个边路球员 上一场比赛呢 在张威不能登场的情况下呢 把她呢 是顶在了这个风险当中 投球 徐天元 这边呢和明天两人一对一 可能现在需要 会队是不是在中前场也能稍微抢一抢 因为呢 武汉队的几个后卫线上的球员 包括门将这种出球能力呢 从上不上比赛来看的话呢 也不是太强 所以说如果在中前场能够抢一抢的话呢 或许呢还能找出一些机会 如果像现在这种一味的这种退防 退守 整个的这个阵线啊 被压得比较扁 比较深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更多的时候呢都是 这些威胁都是直接威胁到球门的 建议室 得票 可以 好球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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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等会 都会出离了 逗命 可以 这球球队员着急了 这样的话呢 换上球队员是不是一个信号 就是球队呢 也不是这种一味的手了 可能在进攻当中 这种转换进攻的时候呢 也会有些想法 孔中天这边给中卫的跟出来 这样不犯规 有机会还要控一控 丁外风 这就是丁外风的惊艳 在上赛季的比赛呢 金中夫呢是带领球队呢 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当然这里边的运气呢 也是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部分的 很重要的因素 占有了很重要的 跟最后点选择 然后我们按心局 也行 把他放到的 城市 fists 闺王 掃 福布斯拉出来 要要求 二交凯耶维奇 再挡到左路 凯耶维奇 这边塞身后 再传到中间 机会 大门 这一下没打上啊 再来看 到三角的传球 估计好 这球的左脚没打上 但实际上呢 这都是在给河北队呢 做出提醒 如果这么一位防的话呢 球总是在自己的 这个防守三区 而且呢是要在自己的这个罚救区内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在中前场呢 适当地抢一抢 这个在大声地去指挥的我们在猜测应该是河北队的这个门将爆亚雄 高宇南给 这边的这边喽测应该是河北队的这边呢 再传进来到后点机会 这一下没有能够吃准部位 但是我们就说 这种转换进攻的时候 如果有这种进攻的时候 是可以更坚决地来打一打的 姚续晨在后点 吹了张维的犯规 我们现在听到最多的应该就是位置 就是说很强调 要把自己的防守的阵型的完整性保持住 看见围棋 比赛已经打超过60分钟 福普斯这一下要只能够直接做给 从后面上来的左边后卫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直接往里传了 直接往里传了 一重球 这个球呢一重球身后有张维 还选择将球给他 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武汉队的组织进攻 基本上都是两个中卫 基本上都是两个中卫 内部 后人天在要 明天 在往里传 看见围棋 再传起来到后点 不仅好像坐 大门 打在自己队员的身体上 他现在基本上取得一个进球之后啊 武汉队现在呢 贺贝勒进了一球之后 就是围着贺贝勒在踢 内部 给 托布斯 拉过来 想揍两人之间 贺贝勒呢 完全是依靠防守队员的人数的优势 再传 这下危险啊 还没跑 卡耶贝勒连续冲这架啊 可能也累了 丁凯峰 怀翻 看有一个在拉边 i t 看一位现在在拉边 胡锦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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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鹏 交中路 胡锦航 坐 赛船 凯业为其瞄了一下 扣到自己的右脚 选择一脚打门 再办呢还是明少了 一位久 但是一直这么守 就要看河北队的运气 能不能守得住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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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打到现在 武汉长江已经有15脚的射板了 危险轻空的达到了四十八次 在赛内部 到三角 没人上来 没人上来 从写当中的新奶奶就留张卉一个人 实际上现在这么守啊 对于河北队的队员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美国人的消耗是很大的 当然对于河北队的小五子来说的话呢 其实他们最迫切的是要 获得一场比赛的胜利 来增加自己的这种信心 有道刚 武汉队是在前场来逼抢 又选择开场的 丁岸峰 控球率上 武汉长剑已达到了75% 上半场比赛的控球率是70% 这边连太多了 要摘出来 托普斯拉出来 托普斯拉出来 门奖出来了 看看洪生天还是焦明天 和北队的湾现在是一种百打八的一种态势 刘云这球带的也多了 放归球 看看运动战打不开机遍的情况下 武汉长江的前场定位球如何去运用它 卡耶维奇 这球没开起来 今年武汉长江的几个万元的中阶能力 说实话也不是太强 球还没有出界 看看反击 徐田园在要 传 犯规了 着急了 这边 比赛已经打超过了七十分钟 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都到了一定的极限 这边直接往里掉找福布斯的头顶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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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队是不是可以 适当地尝试一下 在中前场抢一抢 因为现在给 武汉队的中后场的球员 这种传统球 基本上没有太多压力 关键上面长就说总是这么深度防守的话呢 很难守得住 再传进来 再传进来 那场边要化人了 这边上李航 武汉全将会议会议 李航登场提下了胡锦航 是4号宝航进行 换成20号李航 李航上场之后呢 他在中场呢 有着比较强的这种出球能力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大 他的移动呢 相对来说呢 是慢一些的 但是呢 这种疏离球 传导球 传威胁球 包括一些长转球 可能更加具有些针对性 这边高宇南 不知道还能否继续坚持 继续比赛 应该是膝盖 撂尾 应该膝关节 之前应该就是有一些伤 这个小伙子只有18岁 18岁可以在一线队当中 打上中场后腰这个位置 出现了中场后腰 打上中场 那是十二的 就是十四岁 至少是十四岁 再加上手 地标达 这会是十六岁 就要加尾 都被打了 再传 到后点 传深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河北队所有的队员 都在自己的防守线上 一个是出道的李航上来之后 要注意对他这种盯防 他这种传球 他实际上不太往前上 但是他主要是靠这种传球 长传球来梳理球队的进攻 再一个就是防守当中 很少看到 就是河北队队员能够一起去抢 很多的时候呢 都是一个人上去防 很少看到这种压迫和加强 20号高华泽 这个时候呢被换下 上 25号廖伟 廖伟换了17号邀旭辰 还上了21号 B浩阳 但是我们说 这个河北的这些队员年轻 非常的具有这种 活力和朝气 他们确实太迫切需要一场比赛的胜利了 而且呢这些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俱乐部 从球员的风气啊 包括这种战斗力来讲的话呢 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 这中卫呢跟出来 现在呢落尾一个四摇四摇 张威想下来 出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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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到中间 又是个危险 明天再往里传 这球选择了一个前点 前场的武汉队员又险些地抢下来 比赛就来到了80分钟 双方的比分是1比1平 双方这边呢 直接找前面的张薇 防守当中的力鹏和布鲁诺 两个人基本上是不上去的 一个呢负责征 另一个呢来保护 后备队员呢还是退 李航 这边两个人上来围 还是走外界 先让球 李航这下一定要有人上去限制他 随林 踢帅之后呢 球呢又是江秋权呢 替还给了武汉长将 敌手 忍不撐 那呢 他忍不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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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姆 看这位棋 李航要传了 等于李航的登场之后呢 对于五款长相来说的话 在中场呢 加了一个传球点 加了一个传球 李航送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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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航送直线